RDPTE得到的結果 其實它這個寫的 好像看起來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是說結果是不是符合 它給我們的訊息 我們可以求證一下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字都把它分開來 分開來我是還蠻建議 以後如果可以像這種 我覺得反而用這個 寫個簡單的程式 就快速把它分開來 也是一個蠻好的方法 你還是要熟悉所謂的迴圈 像那個程式裡面 同學最容易 出問題的應該就迴圈 因為畢竟人腦裡面 沒有這個迴圈的這個東西 為什麼?因為人大概 重複做個幾次就已經受不了了 更何況他做五千多次 有沒有五千多次 就有點像你砍充機砍充機砍充機 一直做五千多次你受得了嗎?應該受不了 而且你一定會覺得很 而且最後可能會出錯 但是這件事情 對於 這個Excel來說 其實是很簡單的事情 而且基本上不會犯錯 所以這個是他專長 那當然如果他的專長在這裡 那你不如就把一些重複性的事情 交給他就好了 又快又正確 只是說你必須要 敘述的讓他明白你的意思 所以我們剛剛就快速的把 道德經裡面的資料快速分割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除了這種找字之外 找詞也可以 甚至你要做搜尋 檢索 也是可以這樣從頭到尾找 只是說從頭到尾找 比較慢沒效率 所以用什麼方式可以得到更好的結果 這個我想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再來的話就是做一些統計分析 當然統計分析因為他內建一個功能 就是插入書能分析表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說 自己再慢慢去針對裡面寫一個程式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現在要把所有的字屏 寫一個程式去取得前十名 數量最高的前十名的話 當然寫VBA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可是一定很難 那如果內建功能已經有 那不如就用內建功能 所以我們一樣上個禮拜 做的先游標先放在哪裡 我用這個VBA這個部分好了 先游標放裡面 插入書能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把它幫你框起來 那框起來之後 請特別注意一下 請你不要就傻傻的按確定 你一定要先檢查一下 它的範圍對還是不對 是不是A1到A5276 我的數字應該這樣 那有同學可能跟我不一樣 因為可能有同學連小瓜糊也把它取 小瓜糊也把它留下來 所以沒有關係 差一點點 這個因為小瓜糊並不影響 所以理論上 差一點點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 如果你要再確認的話 你就把游標 Ctrl向下 游標放A1 Ctrl向下 那你缺的影響 5276那應該沒錯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之前有同學選錯範圍 或者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即便呢 你有增加很多空白對不對 那你只要不要選到 那些空白就不會列入計算 也是個方法 OK 所以按確定 好 那它會新增一個樞紐分析表的工作表 那我們只要把單字的這個欄位 拖拉到列 它就會幫我把重複的部分移除掉 顯示好像也有空白 OK 然後底下就這麼多了 所以它移除重複之後 我把它Ctrl向下了 總共好像就有這麼多 801個字左右 然後呢 假設我要算它們這麼多字裡面 到底哪一個字數最多 那你會發現它馬上幫你全部算完了 所以它等於是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移除重複啦 第二階段就是把那個什麼 每一個移除重複之後的字有沒有 再去產生它的總字數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自己寫個程式 也大概類似是這樣 就先把它移除重複有沒有 取得不重複的一個 一個一個 可能會用那個什麼陣列來做 然後再去計算 可是真的也蠻難寫的 所以因為EXIO本身就有這麼好用的工具 那你不如用這個就好 最後再排序一下 排序一樣嘛 游標放B4 然後再把它怎麼樣 資料Z到A一下 馬上就會有個結果出現了 那我們來驗證一下 不過我們大概就把 可能前10 我覺得把它寬一點 也許這個值把它前20好了 因為我們驗證一下 那個TrackGP的答案是否正確 那我們留前20好了 看看那個跟TrackGP給的答案 是不是有match到 所以答案第一個 我們看一下 裡面的話 當然第一個 它是道德 這道德應該我看 這個有啦 它有76個 所以道德部分 我把這個mark一下 也許這邊可以把它加一個 加一個黃筆色 然後再來就是 所以理論上德有沒有 德好像不在其中有沒有 所以這個道 道應該OK啦 另外的話還有哪一個字 道德 有無嗎 有無 這邊有 無的話有 然後有 有沒有 有在這裡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這幾個也有 然後還有什麼 然後還有人 天地人 就對了 然後為字 所以 天 人有 天也有 但好像沒有地 所以它這個有點像 自己又創了一個地這個東西 那字的部分有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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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的部分也有 OK 否好像蠻多的 然後還有 為這個字也有 OK 所以 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也就是它 大概 所提到的概念 其實有一些是有 但有一些其實好像 沒有那麼多啦 像德好了 可是問題 為什麼叫道德經 理論上當然這是關鍵字 可是德好像 如果跟道比起來的話 好像老子更強調是道 而不是德 OK 所以這個其實應該可以理解 另外的話 有跟無到底哪個多 如果以數量來看 好像無是103 有只有82 所以如果相較之下 如果問道德經裡面 到底有重要還是無重要 如果以這個數量上來看 好像無似乎 是老子比較強調的 其他還有像天 人 地的部分 好像沒地有沒有 所以我看看 他說 與天搭配 代表自然界的物質層面 這個我覺得 感覺好像這個說法 比較是那種 對樣 那種馬克思 馬克思比較強調唯物思想 所以一定要來個地 所以我覺得這個裡面的說法 會不會是對岸的某一篇論文裡面 所取得的 我在猜吧 OK 因為你幹嘛沒事 一定要談一下自然界 OK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 為字 否 否的話好像 反而 是最多的 有沒有 所以這個字 應該是裡面的一個重點 字的話 也許它就是一個界隙詞 也許字就不是那麼的重要 其他的話 以其 這個幾個應該 也算是把它當一個界隙詞 或副詞 所以其實 重要的應該就是這一些 OK 所以 我們大概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當然如果將來 你要把它畫成圖表的話 比如說這個不要 那你可以在這邊可以用一個 把它隱藏 或者是說你把它隱藏掉 或者是說 如果假設你們將來要顯示的 只有這些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 把這個複製 Ctrl C 比如你要畫圖表 你說老師 有些我不要啊 不要像界隙詞 或副詞 我不要讓它顯示 我可以在旁邊貼上 特別注意喔 貼上之後它就是一個表格 而不是樞紐分析表 那你就可以再把這一個 把它右鍵刪掉 然後下方的資料向上移 所以資不要對不對 這個這三個也不要好了 所以你把它按右鍵刪除 有沒有 這個向上移動 所以你會發現喔 那這個天下 下這個資應該需要嗎 下 這個好像也 也 四 四不四的四 四也不算少耶 四固大 大小 如果 所以我們把這個看 這個保留好了 這個固拿掉了 這個把它刪掉 下方把它向上移動一下 OK 然後散好像也是它 滿多地方出現的 如果這個兩個不要好了 右鍵刪除 然後下方移上來 好 那如果假設 我最後是希望 把這一個 畫 繪製成一個圖表的話 那一樣我就把這個框起來 然後這邊的話 我就是有沒有 把不要的刪掉 下方向上移動之後 然後再插入一個圖表 那圖表的話 當然如果要強調是數量的話 我用直條圖好了 所以這邊有個 直條圖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圖給畫在旁邊 然後呈現出來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滿清楚的 一目了然 有沒有 所以最關鍵的 老子道德經裡面大概 總共前幾個 我這邊列幾個 總共是16 16再減掉3 所以大概13個了 好 那把這邊呈現出來 最後這邊 上面你再加一個 置評分析好了 置評統計 這樣再加一個道德經 然後這邊的話 一樣喔 我的習慣是把這邊 把它換紅色出體 然後置大小大概18 OK 然後也把這個 Ctrl C 這邊的話呢 Ctrl V一下 就會多一個 老子道德經 置評統計 就會相對的一目了然 所以將來如果要把這個資料 放到那個 POWER POINT裡面秀的話 直接把它膚子貼過去 就可以很快的得到一個結論 所以啦 如果跟Ctrl V比較之下 我會發現 其實Ctrl V裡面給的資料 大部分 大概七八成是可信的 但是有一兩成 其實也是不可信的 所以還是最後 需要自己把那個結果給抓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omic fill POWER POINT POWER POINT POWER POI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